你知道美国五星高中生为了打进NBA 暑假期间一天三练到底有多自律吗 早上5点24分 17岁的贾里德·麦凯恩已经起床刷牙洗脸 洗漱完毕后 接下来打开电视开始瑜伽训练 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身体柔韧性 还能减少在球场上做高难度动作受伤的风险 练习完瑜伽 麦凯恩决定冥想10分钟 这是一种提升注意力的训练方法 好处是能让自己专注地静下来做一件事 不过冥想的过程中通常也会很容易就睡着 早上6点半 此时麦凯恩会在房间里复习文化科 虽然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NBA球员 但是文化科依旧不能落下 作为一名高三学生 他在过去一个学期的平均学分祭典达到了满分四分 是名副其实的文体双优生 早上7点半 麦凯恩简单吃过早餐后 便要开始整理今天要用的比赛装备 由于每天都要进行多轮训练活动 因此运动服必须多准备几件 接下来母亲会开车送麦凯恩到球馆进行篮球训练 早上8点 麦凯恩进去球馆后 首先进行各种运球训练热热身 接下来和队友们开始5v5对抗训练 身高1米91体重88公斤的麦凯恩私质得分后卫 他在高三学期代表科罗纳百年高中出战34场比赛 场均可以得到23分6篮板三助攻 并且带领校队取得33胜一副的战绩成功拿到州冠军 经过三个小时的训练 上午11点麦凯恩的母亲开车来接他回家 在此期间 麦凯恩拿起手机回复网友信息 作为一名百万级粉丝的视频博主 他经常发布自己的跳舞视频到网络上 而网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摩仙哥 回到家的麦凯恩吃完午饭便会简单休息一个小时 下午两点半 麦凯恩来到户外训练场 开始又苦又累的体能训练 当然这个环节不仅仅是盲目撸体 还要锻炼身体节奏性 只见他在教练的指导下 有条不紊地重复着各项拉伸动作 户外练完又到室内继续练 90分钟的体能课必须把各项训练动作都安排到位 时间来到下午5点 麦凯恩完成体能训练后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球馆加练投篮 为了提升进攻技巧 他还聘请了NBA级别的训练师进行一对一指导 虽然价格昂贵 但为了打进NBA 这方面的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 晚上7点 回到家的麦凯恩第一时间就是洗了个澡 然后把今天穿过的脏衣服放到洗衣机清洗 与此同时 母亲也给他准备好了晚饭 麦凯恩晚饭过后并没有选择出去玩耍或者打游戏 而是回到房间继续复习文化课 并且针对自己在今天训练过程中的不足进行总结 为了确保每天的睡眠时间不低于8个小时 通常他在晚上9点就要上床睡觉 不得不说 这样的麦凯恩真的太勤奋太自律了 值得一提的是 该视频记录于2021年 麦凯恩在2022年3月份宣布了他对杜克大学的沉默 他将会成为杜克兰魔鬼队2023届的一员 作为球迷 我们也祝愿麦凯恩可以在NCA的赛场继续发光发热 感谢观看